依然诺罗病毒恢复上班科批反呛,活着就是最大的报复。 及时新闻综合报导正值武汉肺炎防疫关键期,台北市长柯文哲昨日一日已染诺罗病毒,突然取消公开行程在家休养,引发关注。 柯文哲今日两日如常一早去市府开会,并在脸书上传照片,写下会用最快的速度再站起来,并反抢批评他的人,活着就是最大的报复。 柯文哲昨已染诺罗病毒,出现拉肚子症状,引起外界关注。 柯文哲今日正常上班,一早就到台北市政府开会,柯文哲也在脸书上传开会照片,表示也许会倒下,但会用最快的速度再站起来。 照片中可以看到柯文哲戴着口罩。 柯文哲指出,他注意到一些科黑、PTT及测译粉砖昨日有许多关于他病情的发言,甚至还有中国网军借此制造假图描述是感染了武汉肺炎。 对此,他表示活着就是最大的报复,所以今日依然七点半开晨会,八点半开防疫会议。 柯文哲说,幸好是假日生病,不影响上班,今天继续认真工作,并继续帮台湾、台北加油打气。 根据卫福部网站资料,诺罗病毒可感染人类引起肠胃道发炎,造成恶心、呕吐、腹泻及腹脚痛等症状,主要透过食物或水、接触、粪口及飞沫传染。 传染力非常强。